等一下我們就要來挑戰一下 從泰國曼谷直接租車自駕到那個邦賢海灘 一個當地人比較常去的一個海灘 體驗一下在泰國租車自駕遊的方式 好啦 然後就走啊 等你老半天 老半天啊 第一次在泰國開車 好啦各位觀眾我們 我們拿到車了 我們接下來 我看不到我在打怎麼打 靠左沒錯 好啦我們 終於 這是下去嗎 這是出口嗎 對啊 我們終於先到車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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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車是我們租那個比較 大型連鎖的那個租車 然後這一台車是 亞歷斯的 四門版 這次在那個 那於是 本機 就要 這次 還在這次 2個小時7分都轉到 剛寫1個小時25分 那你走出來就在這 好啦 好啦 我們就是 已經成功的租到車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前往那個 位於那個 帕塔亞跟曼谷中間的一個邦險海灘 然後今天取車算蠻順利的 我們預計2點 然後我們剛剛先去跑去按摩 因為退房時間12點 然後我們預計2點取車 跑去按摩又跑去吃午餐 吃完午餐之後 我們就到那個捷運 我們從BTS的ACOMA 坐到NALA站 其實很快 大概3-4站的距離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NALA站的旁邊 有一個酒店 它就可以直接在櫃檯 櫃檯辦理手續之後 我們就到地下室前車完之後 我們就已經上路了 然後因為曼谷這邊啊 非常的塞 我們一出來就整個就塞住了 我昨天半夜有看一下原本的路線啊 大概會落在 如果沒有塞車的話 大概1個小時15分鐘左右 然後現在目前Google導航的距離位置 大概是在2個小時又9分鐘 那等一下我們就是要走那個快速道路 應該是他們的高速公路啦 好像7號高速公路要前往那個邦險海灘 這個是第一次我們在曼谷租車自駕 那就看會不會順利的抵達那個邦險海灘 這樣子 哇真的很塞 塞班了 然後基本上如果你有常去日本的觀眾朋友啊 就是你其實在開這個 我們這個右駕靠左的車輛 應該不會太陌生啦 其實除了塞車比較複雜以外 不然其實我覺得這個開上來開出來 應該就一下就適應了 這邊磨車 他這邊磨車啊是沒有分像台灣 就是可能會有進行機車道或什麼 他這個是沒有 沒有分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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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據說啊 據說那個在泰國 在泰國紅燈是可以左轉的 就跟我們紅燈右轉是一樣 他們紅燈是可以左轉 我們紅燈右轉是違規的 差別在這邊 三跑沒有三百 我都換了去 哦 哦 這下一個 下一個 我們試看看 我們用 一樣用Google導航 然後加上那個 Google導航 直接用Google導航 然後開車到防潛海灘 會不會順利的抵達那個防潛海灘 多度車都很快 我們這都可以隨意的亂轉 我們這樣短短的一個 短短我們現在 剛剛是從 從Lana站現在是阿蘇 阿蘇這邊 基本上短短的這個路線 我們已經開很久了 這個真的是曼谷的交通啊 是不管什麼時間 尤其晚上更塞 晚上更塞 白天就已經塞成這樣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是 馬來西亞比較神奇 是晚上才能塞 其他時間就又還好 越晚越塞 然後我們租這個小車啦 一樣租這個亞歷斯的SATEN 它上面是寫亞歷斯SATEN 所以大概這個車款 應該是跟台灣的VIOS是一樣的 它的租金 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它的租金其實很便宜喔 這一天 一天的租金大概是 快接近900塊 一天的租車備用 24小時 不含保險 如果你要含保險 像我是這一次 因為第一次在曼谷開車 所以我不確定 我可不可以很順利的完成這個 直接開車到方向海灘這個任務 所以我這一次有加一個權限 那權限的部分比租車還要貴 權限的部分比租車還要貴 就是租金800多塊900嘛 可是保險的部分 大概就也是接近900 貴一點點 所以這個部分就自己斟酌 自己斟酌 因為畢竟如果一個人出門在外 你如果發生碰撞或什麼 這個會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 這一次因為租兩天而已 就保了權限 那所以總金額大概就是租車 金額1800 然後保險費用也是1800 就3600多塊 可是實際上 以這個租金來講啦 以這個租金來講 你在台灣租任何一台車輛 大概最便宜的壓率是好了 大概一天 大概一天 大概也是大概在2000出頭塊 所以其實 你這樣去換算的話 其實就變成說 你在曼谷這邊租車 它把你的保險加進去 其實還是都比台灣租車便宜 這個車輛真的非常的多 這個開車的感覺大概就是 偶爾我們在台中上下班的交通 大概溫馨路上的交通 大概也是這個感覺 可是車更多 更閃 因為它等於摩托車跟 所有什麼連嘟嘟車什麼車 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 可是 其實開起來你會覺得很亂 可是它又有一點他們自己的秩序這樣 很神奇 我們剛剛已經 過了那個收費站 忘記拍那個收費站的過程了 然後那個收費站很酷 它就是旁邊兩道是那個 就是類似我們的ETC那種快速通道的 那住車不支援這個 你只能付現金 那現金的話 它就是分車種大小 然後像我們這個 Yaris的話 上來 它就收50塊 收50塊 然後等一下我要下去 那我要下去 我們現在車程還有一個小時 13分 應該已經塞過曼谷這一段 應該就還好 塞過曼谷這一段 我看後面都最多綠了 整個線道都變藍色了 我們開了大概30分鐘之後就 已經從曼谷市中心 現在已經來到比較邊緣了 那現在的車流就已經明顯相對變少了 這是高速公路 然後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繼續 大概還有一個小時的車程 租車 你在曼谷 在太古租車 可以的話 其實你可以選擇機場 機場直接就 就前車了 機場直接前車 那機場前車的好處就是說 比如說你不用再進到市區 就可以在比較郊區的地方 就 限車車到達你要去的目的地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 你在 像我原本查 我原本想說 我去到那個定點 我再去那邊租車就好 可是我發現曼谷 其實它在 泰國它在租車這一塊市場 你在網路上 就是比較大型的公司 你要租到比較像我們台灣的 格商租車 核運租車 像這種比較大型的那種 租車公司體系的話 通常它們都是會比較 只有在曼谷 或者是清邁那種 比較大的地點 才有租車的 取車點 然後如果你到比較鄉下的地方 就沒有 所以到比較鄉下的地方 像我們之前到 華青比較鄉下那邊之後 就是變成是用租租車的方式 租租車的方式 所以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 就選擇 就是點在曼谷取車 就是說 我們變成是我們一開始 會先 我們這一次來曼谷 我們是一開始在曼谷 先做一個比較深度的渠遊 然後 才往郊區走 不是一開始 不是一開始 像有的人是一下背景 就往郊區去走 所以就是你自己去判斷 自己去判斷 你的行程要怎麼喊 這樣子 那如果 有的人 這樣子 來到曼谷吧 如果你一開始 就選擇在那個 機場取車的話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 到你要去的地方 最後 玩玩回來 回到市區 再利用大眾運動 這份工具 再市區玩就可以了 這邊 然後我們就完全很順暢 然後他們的 那個線數好像是 高速公路線數好像在120 我這邊上網查一下 好像最高線數在120 可是我看 基本上我開中間車道 大概他們的車數 大概都落在100上下 那操車道的部分就比較快 大概差不多也是120上下這樣子 其實 以這個開車的速度來講 其實在台灣 但開習慣了這個速度也是OK的 也不會來的特別 差距特別大 好 我們開了 大概快兩個小時 大概兩個小時 左右我們來到那個 邦賢海灘了 這邊就有感受到那個 鄉下的氛圍了 這邊車流都沒有很多 這邊沿路的車流 我剛剛有在擠 我 purchased 可是日本那個是1000卡閉清的 我剛剛那個不知道什麼 我們剩大概800公尺三分鐘就可以到飯店決定 然後應該前方就是海灘 這幾天我們來到泰國這邊 天氣都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再解鎖了一下泰國主車自駕遊的 這一個挑戰 只要相對的就是你不用開很快慢慢開順順開 這邊其實這邊的人啊相對你要轉彎他們都會抵浪 就是你看看似好像大家車流什麼很多 可是其實大家會浪來浪去 這個是我自己在曼谷開車覺得特別有感的 曼谷就很車座可是講真的你要左轉右轉大家都會抵浪 這是我們的分別嗎?對啊 弟弟在你的左手邊 這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我們先來拉比 你先來拉比 你先來下行李 這車非常的美麗 對 時速100你要再加速 引擎上很大聲可是是完全沒有力量 我的飯店不錯喔 對面就是沙灘了 然後去哪裡停車 然後去哪裡停車 我們今天 今天的目的地 邦嫌海灘終於抵達了 然後就是我們第一次 第一次泰國自駕遊 第一次泰國自駕遊 然後來到一個比較不是觀光客會來的 一個沙灘陣地 邦嫌海灘 好